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杨淑君在广州亚运比赛意外的背叛失格 结果在昨晚好龙斌苏贞昌同个场合先后造势 虽然蓝绿是王不见王 但是只要是谈到了杨淑君 都是口径一致的同声踏法 选前冲刺好龙斌一桌一桌干杯 跑谈败票人前臭嗨嗨 谈到跆拳女将杨淑君背叛失格 好龙斌气到脸垮下来 我感到非常的意外震惊 还有愤怒 我觉得我们的提委会 应该跟主办单位要求说明事实的真相 呼吁北京当局要求亚运的主办单位 不要在整个的比赛过程中间 要公平公正公开透明 好龙斌向北京喊话 呼吁亚运要绝对公平 而稍早已经来财场抢票的苏贞昌 谈到杨淑君的不平待遇 也是气愤又痛心 我看得非常痛心 提委会的官员 竟然是要他吞下来忍下来 那我们还要这种提委会官员干什么 中华女将原本夺金有望 意外失去为国争光的机会 面对台湾遭受不平待遇 平常激烈厮杀的好苏两人 这回不分蓝绿同身踏伐 中英新闻黄敏军苏煞台北采访报道 好所以也可以想见 这个台北市长的选情 是不是非常非常的激烈呢 你只要骂这个 大的大声一点的话 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赢得更多的选票 获得更多的支持 马上来讨论 好先来介绍一下 刚刚我们这个加入 我们这一个小时单元的这个来宾 有资深媒体人张宜文 宜文欢迎你 大家好 好另外我们也请到的是 前立委郑云鹏欢迎 大家好 好我想这个 刚刚我们在看到 这个在拼场 拼得可凶了 说实在的到现在目前我们在看 这个台北市长的这个选情的部分呢 你看这个蓝绿啊是王不见王 但是从刚刚辉文 我们在聊这个体育赛事 没有错就成如刚刚我们这个 俊斌所讲的 你不管是谁 反正只要这个窗口 这个对准 炮口对准向外的话 那这个时候就对了 只是到底有多大的加分效果呢 你现在目前怎么来看 台北市长的这个选情 当然他们第一时间当然 我不认为他们都很了解 来龙虚吧 发生什么事 那怎么办 那只好先挺自己人 对 那这个也不是说不对 但是在选票最重要的前提之下 也不得不做这个选择 难道还要去讲什么电子话 到底什么是不是多两片 还是少两片什么 也说不太错了 他们为了选票做考量 可是我认为候选人 因为他们一定有一个会当选台北市长 那如果真的查出真相 包括刚刚各位前面 真相调查文件出来的时候 是不是大家可以一起来面对 这个我是比较好奇 那这些选择 我这边当军兵乡 我是比较不好意思说 1121刚刚在我们这个广告的空档 看到国民党做了广告说 为什么EA还要办大游行 主持人我想说 这个部分可以证明 这间接的佐证说 国民党有没有办法去控制司法 就为什么会有这个大游行 是因为11月5号的时候 周端孙法官他判二字经案 他说随便无罪 那群银饥饭结果说 那我们来办大游行 国民党宣布要办大游行之后 最高反应说 他的龙台案是定验的 那你叫国民党怎么办 那办也不是不办也不是 所以本来是为了要反贪腐 为了要司法改革而办的游行 阿扁突然判定验了 那怎么办呢 那偷袭一办 那不得不继续行 那我们来办嘉年华好了 什么台北岐边 就把游行诉求又改了 那刚刚大家前面看到那个林毅士 是国民党的大党编 他讲什么 他说我们这个要为杨淑君而走 那怎么走 什么时候走 选完才走吗 还是11月21顺便走一走 也不知道啊 那已经到这个节目以来说 是不是应该 因为你毕竟是执政党 不管是在中央也好 在台北市也好 你就执政党 你说你要办游行 不是不可以 那马总统他之前也讲得很白说 是因为他接受中央社专访 马总统就说 这个不是当家闹事 是为了选举造势 很好啊 你要游行或什么 你说什么夜行 不是说不可以 那你可不可以诉求讲清楚 好不要说这边辣椒加一点 酱油也加一点什么 变得有点似不像 是我们看一下 这个11月21号当天 要怎么样来拼场呢 这个国民党 那么他们是说 为台北而走的大游行 路线是从台北市政府到警服门 凯道举行造势晚会 那么民进党方面 是要在夜间 所以他把这个活动的名称 定为小英号夜游 而这个路线怎么走呢 是经过新庄中和永和 新店等蓝营的大票仓哦 不过他们的诉求很清楚是说 是要鼓励年轻人出来投票 不是什么你想的蓝绿拼场啦 但是呢这个是不是真的蓝军 现在目前他这个游行 定义就非常的不明确 也不知道是为何而游行 我想刚慧文有提到这一点 我想俊斌在这边可以赶快来解释一下 我先跟观众打个广告 因为在看板里面少一个字 我们是121 11号 11月2号过去了 不是要入场是怕有广告的效果 11月21号 那慧云兄讲的我可能要澄清一下 其实我们之前就已经见过报了 我们在10月份就已经决定 11月21号要办一场为台北而走的大游行 本来就有了 本来就有一个为台北而走的大游行 希望所有关心台北未来的发展 譬如说我们要开放不要锁国 我们要为我们的年轻人的就业 和台北持续的繁荣 能够一起站出来一个嘉年华的方式 可能带小朋友家里有小狗小朋友 大家带出来一起为台北而走 是个很温馨欢乐的方式 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觉得我们觉得说 长久以来好像蓝绿的选票的动员 已经一定是蓝绿互相激情之后 选票才吹得出来的那种模式 这么多年大家厌倦了 我们希望用比较欢乐的方式 用比较阳光正面的方式 让中间或者过去不是那么关心 选举的一些选民 不是关心那么政党的选民 他们愿意出来关心这个城市 所以说我们找了不管是超人 蝙蝠侠一些cosplay 气球等等 希望很欢乐的 那辉文兄刚刚讲的 的确是讲了一半 讲对了一半我觉得 就是可是周磨战村判决之后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那几天的那个光景 就是大家群心激愤 居然收了这么多钱 而且明显有对价关系 就我们的认知而言 他是判无罪 因此我们在很多支持者压力之下 我们做了一点点妥协在这边 这的确是事实 就是把支持司法改革 纳入我们其中几项重要的诉求 其中之一 这的确也是事实 那没几天又有新的判决 这也是事实 可是我们一直都没有放弃这个主调 就是阳光正面 因为这东西筹备一个月的 不是说改就改 你那个大型气球 你冲那些氦气那些张罗 那真的也是要预算的 不是说说没完就没完 那要做来也是很贵的 我们那东西一直都没有 其实参与筹备的人都知道 所以我们一直不放弃就是 我们希望用正面阳光的力量 因为台北这个时候需要这个 我们不要太多蓝绿对接跟 从而是蔡英文主席她说 她希望志气者约束 不要去闹场 她其实想太多了你知道吗 我们那样子欢乐正面阳光的场合 你要闹也闹不起来你知道吗 你要去跟蝙蝠侠蜘蛛人打架吗 你要去跟飞天小女警来呛吓吗 我们不是那个有很多政治口号的诉求的场合 一开始不是现在也不是 那未来我跟各位报告 因为这都已经定掉了 可是因为它多元 如果有一些比较正面 对这个城市进步有帮助的诉求 我们也会纳进来 我们会纳进来 主要是这样子的设计 11月21来大概是下午 我们最近会开始打广告 运宝那我请教你 这个民进党特别是选择在晚上来进行游行 而且他还要锁定在蓝营的票仓 要入京这些地方 我记得之前好像苏贞昌在拜票的时候 他去指导大安区 结果后来他还说 好像旁边的幕僚吧 就在那边讲 他说什么 获得什么支持 这个没有被打就不错了 其实我听到这样子的一个说法 但是我们事实上我们看到 会经过这个蓝营的票仓 而且又是选在夜间 是不是故意要跟这个蓝军 做一些这个区隔 之前不是讲就是说 我们不要去这个 跟他们有所谓的这个冲突 不是还叫这个绿营的支持者 千万不要去到蓝营的场子去闹事吗 否则可能会处分等等 不过你以游行 不管是嘉年华拉奥 或主题去抗争诉求都没有关系 这个是两党的文化基本上是不一样的 那跟朝野的位置也不太一样 那基本上民进党不管在朝野或在野 我们民进党比较有上街头游行的传统跟文化 我们是在这种方面动员的 主动的热情比较高 那也有动员的成分 国民党是比较没有的啦 那不过你基本上两个游行两个活动 其实主题都很明确啊 那只是不一定写在文字上 就是为了郝龙斌连任而走 为了蔡英文胜选而走 就这样 那只是哪一边看起来这个主题跟这个动力 会比较强 这比较强 那大家也会去动员啊 也会去做一些造势 就是这么回事 那只是刚才我觉得 灰文胜去讲国民党的游行 就是说 就是国民党主题会一直加 会一直加进去 因为看起来 我觉得他们的支持者 也不是这种会上街头的 的一个文化或传统 然后再次他们主题会一直添嘛 看到周战村的判决就加一个 那现在难得我跟李毅士的看法一样 我觉得应该加一个为洋淑君而走 然后本来要去台北地院的 改一改就是从提委会 陆委会 外交部三个人去抗议一轮 这也是一个方法 就说国民党因为加进去 是因为我觉得基本上 为了好农兵的 为台北而走的这样一个主题 大家可能感觉很难激起那样的热情出来 不代表他没有选票 而是说他 你要加10万人要加20万人 不容易啊 所以你必须要加很多因素 那民进党比较明确 然后而且大家比较会怀疑他的主题 是因为第一个 民进党在中央跟台北线都是在野 然后我们都是 我们要寻求连任 然后我们是挑战者 然后在民进党本身 大家也比较会 支持者比较会参与 所以大家不会怀疑说 民进党你办这个 到底办不办得起来 到底会不会有主题上 不明确的问题 那是身份上的不同 不过我是很希望说 两边都很顺利 然后都不要有冲突 我相信国民党跟民进党中央 目前应该都是希望朝这个方向去走 那但是我认为还是冲突难免 因为选举你一看说 现在局营的朋友 已经跑到那边去烧韩国国旗 什么的 候选人没联系这么多 各党尤其是国民党跟民进党 不计党计是不行的 那谁犯错 谁在选票上就会设到谁 是 我觉得运鹏兄包藏货薪 你看他说要去哪里 要去提委会 去外交部去入委会 这国民党的游行 跑去抗议国民党执政的这个中央集团 没有我难得跟林医师一样 乱讲 我去抗议我的中央政府 那什么 我补充一下 因为大家 这个各位前辈的选举很内行 请问选举活动可以到晚上几点 10点多 10点 夜游什么 我们年轻人讲的夜游是什么 12点 通宵啊 到天亮啊 所以民进党连这个sense 夜游你夜游给我看啊 我10点就叫你结束啊 鬼扯嘛 我问你晚上 这个 因为我住新店啊 钟永和 你当夜市当然 有的都很晚啊 平常喔 那个蓝营大票仓 10点差不多在滚啊 没sense 去啊 避开 灰文他家 没有 以免他减劲 我家在夜总会旁边 你去夜游啊 去啊 乱讲 宜文 那我请教你 你怎么来看啊 这个游行当然 我看其实不论是蓝还是绿 都把它这个塑造的是一个非常轻松的愉快的这种基调 但是呢 刚刚这个连韵鹏都在讲说 哦 冲突可能免不了 可是 回文又说 诶 可能激不了什么火花喔 刚刚才提到说 国民党的这个主题变来变去 其实我觉得对选举来讲是见怪不怪啦 其实两党都有变 我记得上礼拜我们在采访这个两党的秘书长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大概就已经是先 就像刚刚这个主委讲的哦 就是先先已经确定了 游行的主题 本来是为台北而走 然后后来又因为反贪腐 又因为周债村事件 因为实在太激烈的把整个这个党中央的电话 全部都挤爆了 所以就是反贪腐 那那一天的同一天 嗯 好像是中常会 民进党也是开开常会嘛 那那个时候 吴乃仁秘书长就说 我们把台北的街头 留给国民党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不办大游行 但是现在还是办啦 还是办了大型活动 所以我觉得两党都有在变 但是这样子的变 有没有错 也没有错啊 嗯 因为这次选举实在是太冷了 叫做 呃内冷外热 就是 呃 选举的主轴老是烧不热 所以只好去烧别的主轴 所以就变成说 这次看这个选举很好笑 花博 哎 来了就烧花博 嗯 然后这个周战春来了就烧周战春 然后现在又来了杨淑军 就烧杨淑军 选举的主轴是什么 完全忘记了 都在烧周边的东西 那现在本来是为台北而走 哎 感觉上花博 跟台北的主轴还有点接近 对 然后后来又周战春 哎又可以变司法了 那司法跟台北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现在为杨淑军而走 杨淑军跟台北又有什么关系呢 好像都都已经偏离主题了 但是原因就是选举太冷 然后在最后一个礼拜 说实在的啦 无论是两党都很在意投票率 都希望能够激起中间选民 因为最后的关键就在那么的3% 所以中间选民跟一点点的票数之差 都是非常的严重 那在这最后阶段 一定要激起两边的选民支持者的一个热情 跟出来投票 才有可能在这个最后的关键时刻 得到最后的胜利 所以我觉得两党都没有错 那怎么样想办法把这个选举气氛炒热 但是还是要看到牛肉啦 不要这个东跑西跑 主轴都偏离掉 到底这些市长 这些准市长们 到底未来要替我们做些什么 我想大家还是不要偏离了这个 不管是嘉年华啦 然后为杨淑军而走啦 或者什么 都不要偏离掉这个 还是要以这个为主轴 军军我在请教你 昨天我们看到晚间的时候呢 这个马主席 他有特别邀请 这个台北县的重要的庄角啦 辅选的干部 来会谈做汇报 那另外一方面 像这个吴敦议院长 那么他也特别有去寻求这个 包括这个云林县的同乡会去参序 动员这个同乡会的系统 希望能够巩固这个战局 那这是真的代表就是说 是不是这个马主席都亲自在操盘了 那是选情比较告急 所以才这样吗 那另外还有第二个问题我请教您 就是民进党方面 他们的现在是说要用简讯来拉票 因为之前呢 他们就认为说 其实这一次 何以赢得这个北二都 胜算很大 是因为有取得了中间选民的支持 而且很多都是年轻人 可是又怕年轻人是不是不投票啊 所以现在就发动这种简讯投票的攻势 那国民党方面要如何来应战 我想第一个提到的问题是 我想这是选举必然的SOP 也没有说所谓的主席庆政什么 这平常都一直在发生的 就是我们定期的 不管是秘书长主席或者是主发会的主委 我们定期跟各都的重要 包含部分去立法座谈讨论选情 那也听听看大家对选举的策略 还有什么可以修改调整的空间 这个其实是我认为是蛮常态的 那至于说认为 当然我觉得民进党有什么样的文宣 我们不好多批评 但是真的认为中间的选民 年轻的选票会因为收到简讯 而愿意出来投票 是有点我想是不当的期待 我们天天都在收简讯广告简讯也收一大堆 我们第一个动作是什么 不是略过就是删除 你就真正想要 你想要感动年轻人是藉由30个字的一段话 请您一定要支持极号或者是很苦手的一段话 我觉得有限 但它有个效果而且它已经达到了 就是它告诉媒体我要用简讯 这是一个新的方法 它最高的价值不在于简讯的本身 而在媒体报导 它要用简讯来吸引 它多了一次曝光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其实年轻人的诉求 当然我们这边不管是网路 不管是相关的也比较多元 多媒体的一些宣传 我们会持续来进行 最重要的是 其实我们从选举到现在 我们频繁的让五都的候选人 跟我们中央党部这边 跟年轻的族群对话 希望说把他们对政治的冷漠 或者是我们了解他所关心的事情 融入我们的政策 融入我们政界 这些东西我们一直在做 那刚刚提到 宜文刚刚提到一点 我特别要回应 选举 我们也不太希望这样子 选举到后来 牛肉不见了 剩下花絮 好像杨淑君是重点 周湛村是重点 其实选举的本质 是市长和他的政策 这个城市能够 往怎么样的发展 所以我在这边是特别要提到 如果选举的本质是市长跟牛肉 就是市政牛肉的话 没有一个候选人 有资格有权力 拒绝出席公办政见会 也许你 你若不想辩论的话 也许你有一些考量 可是公办的政见会 是你把牛肉拿出来 两边比一比 最好的机会 那他拒绝公办政见会的理由 是因为 你没有把你的政策 没有把你的政见 集结成为一策政策白皮书 因此你没有政策白皮书 我不跟你辩论 我觉得大家是听不过去 而这个候选人 不是民进党其他极度是谁 是民进党党主席 新北市的候选人蔡英文 针对俊斌的发言 是不是运鹏可以回应一下 公办政见会 不管是中央办 或地方办的 然后在收视率上面 在影响力上 流于形势这个 大家不争的事实 民进党的执政线是 我们自己办的公办政见会 也没有人看 所以我觉得今天 蔡主席 我在节目上也讲 他蛮敢的 他很敢的说 他不是因为其他的状况 他就认为说 那会浪费我的时间 我去别的地方做 这个他会付出代价 然后反而说 他能不能得到选票 我不知道 但他做了这个决定 他去负这个责任 我觉得绝对不是 刚刚俊斌讲的时候 那他讲的 对 我说绝对不是什么 我不辩论 然后没有政策白皮书的问题 就是说 他的政见台北宪明很清楚 媒体也很清楚 就是那个政见会是 完完全全他认为说 浪费我的时间了 对不对 这个当然会流于 国民党的朋友 会拿来批评 这是一定的 朱立寅会拿来批评 一定的 那他做了这样的决定 他认为说服得要选民 而且认为这是他风格 我觉得 就当作是一个议题而已 不是那么严重 那回归到牛肉 回归到候选人的特质 我很赞成 那我相信 选民自有攻断 但是决定 也不是因为 这一个事件而已 现在其实蓝军要强打 所谓的正机牌 尤其是在这个北二都 那么现在因为好像 感觉到有压力了 蓝选你自己怎么观察呢 你觉得现在目前 他们这样子一个选战的打法 正确吗 有效吗 我觉得今天选举是真的 蛮奇怪的啦 前面的话呢 花风暴跟水风暴 过度以偏概全 我不会说他是小题大做 所以这两个话题 其实也还蛮重要的 但他会偏了 就是说所有的话题 你只偏这一个 几乎呢 台北是只谈花博 高雄是只谈 这个919的风灾 最好没有其他的话题一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诡异的 这个前阶段的选举打法 那到了大概最近 最后两个礼拜 那个叫做配角变主角 所有的配角通通上台了 什么陈水扁啊 陈志忠啊 周湛春啊 什么郑弘怡啊 什么跆拳道 跆拳道啊 都上来了 但是主角就不见了 而且到现在为止 尤其最近呢 我突然今天觉得 蛮眼花缭乱的 好像事情好多啊 话题好多啊 新闻推完热起来了 然后很多人会用说 诶 选情加温 没错 选情字加温 加在谁身上 就加在旁边的人身上 跑龙套的啦 这些配角通通的呢 在现场像是主角一样 那你反而呢 所有的话题越来越模糊 今天的选举本来就失交 就是说其实你 你可以说 婚人不是没有提出 他们的证件 但是证件没有形成交锋 这也是最重要的 因为你没有交锋 老百姓很难比较嘛 那你要我自己上网去找资料 找啊 这个朱立伦的政见是什么 这个蔡英文的政见是什么 自己回家做一个比较 是这个样子吗 那实际上 比较负责任的一个 民主的社会当中 为什么要政见辩论 就是说双方在一个时间当中 提供给你的观众 提供给你的选民 比较好选择 这个比较的一个机会 不是吗 我觉得这个负责任的 民主的政治 应该做的基本的事情 但是遗憾今天也没办成 那你说有人说是 民主党不想办 有人说是国民党不想办 搞不清楚 到底是谁不想办 总之没有办 只有高雄是办成了 那所以我觉得 这点是非常遗憾的 那比如说媒体不能参加 也是非常遗憾的事情 媒体不能够发问 因为我觉得这一次 不只是失焦 我想它失重 因为我觉得五都 有它的分量在 五都的候选人 未来的当选人 去想想看 大概就是在总统 行政院长 之后就是五都的 因为他们拥有最多的民意 你看你去想想看 你说假设五都的候选人 以后当选了 假设说大家情感非常好 同党了好了 几个串联起来 三个串联起来好了 如果它对中央有意见的话 串联起来大概就是 破千万的选民支持了 我只要在预政上面 我只要在预政上面 跟你一样 不配合 不好意思 不配合 所以马上就可以让你的 台湾地震 那我说这样的状况 你认为五都不重要吗 所以五都很重要 那五都尤其对于区域发展 也很重要 每一个五都 它当初在设计的时候 都是希望结合台湾的北中南 包括民政党也曾经提过 包括文明党也曾经提过 台湾一定要往一个 区块性的方向发展 只是每个人要的 有些是五 有些是七都 各自不一样 过去十几年来讨论非常非常多 今天真的成真的时候 他们可能未来会带领区域的发展的时候 没有人去谈区域要怎么发展 跟其他的南台首尔怎么发展 跟日本的东京怎么比较 跟这个大陆的上海怎么比 都不去谈这个事情 然后所以你就发现说 所有东西突然之间很轻 举重若轻 粉红色啦 幸福啦 快乐啦 民政党这个样子 像国民党也这个样子啊 嘉年华啊 都很好啊 所以你就到底在选什么 他到底有没有这样一个重要的分量出来 我坦白讲没有 所以我觉得今天选举 诡异的地方在于说 我也不晓得选民要怎么投票才好啦 就是说到最后 是不是真的就回归 各自的意识形态 跟各自的基本盘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可能的状况 可是若是这样子的话 对台湾的选举有任何进步吗 民进党说要打一个治理能力之战 你觉得真的是老百姓 为了你的治理能力 而投票给你的吗 民党现在说要打一个政绩之战 你觉得到最后 你的诉求方式是让老百姓 因为你的政绩好 所以我投给你的吗 好像也不是啊 开始其实有一些比较混杂的 配角的这样子的一个情绪 大动作挑动东西出来了 其实我是因为出口 我是因为司法 我觉得不愉快 我觉得民进党给我的梦魇 还没有这个挥去 所以我要投来 出来这个投给国民党 有些人可能因为说 你看两岸之间那么紧张 连杨淑军的事情 副主委都可以说要吞下去 哪里受得了 所以我不只是国民党 我要来去投民进党 我觉得到现在为止 变成说 其实这种东西才真的是 在激化当中 在情绪的酝酿当中 所以他是因为政见而投票吗 他是因为理念而投票吗 他是因为五都的重要而投票吗 他是为了治理能力而投票吗 或者是对于候选人的好感度 有没有可能 我觉得候选是唯一的 就候选人在这一次是很突出的 我坦白讲 这一次五都之所以重要 照理来说会打得很漂亮 很好看 因为这都是五都 我觉得是国民党的一时之选 不要讲全部十一个啦 我觉得至少三分之二以上 都是国民党跟民进党 现在或未来的接班的精英中的精英 未来里面出几个总统 我不知道 我保证一定会有好几个 在马英九之后 那所以这样子的一个状况 照理来说 你不该只是打出这样子的一个 压压呜呜的五都选战呢 到现在为止 到底在打什么 小英夜航啦 嘉年华啦 为台北而走 为司法而走 为阳淑君而走 走到最后到底干嘛走 你也不知道 你只好为自己 我觉得选民到时候 只好为自己 想清楚看清楚 好 蓝轩刚刚讲说 没有看到什么交锋 但是我们等一下就要来看一看 有哦 为什么我这样说 马上回来进广告